HELLO 大家好 我是乔老師 還記不記得我們前幾週跟大家分享 鋼彈麥克筆噴槍 然後造成廣大的討論 然後商品銷售英雄 可是延伸出非常多朋友們留下來的問題 那我們就要一一的針對大家的問題 然後我們來做一些示範跟解說 有人問到說 到底鋼彈麥克筆是全新的可以噴多少零件 那我們現在拿出一個全新的鋼彈麥克筆 我真的夾了幾個零件啦 就是大概一個HG 一片框架上的零件我們把它卸下來 一個框架上的零件 到底一支鋼彈麥克筆可不可以噴完 GO 差不多囉 我覺得已經到 它的壽命的鏡頭了 還有耶 我浪費了一口 好吧我們剩最後四個零件 我們經過剛剛噴漆的實測 我們噴完大概 差不多15個大大小小的零件 HG的零件 是沒有問題的一支噴槍 可是在中途會有一些堵塞 玩家在使用的時候可能三五個零件 你就要把鋼彈麥克筆拿下來搖一搖 然後讓它漆掉順一下 剩下到底還剩多少的漆料 我們倒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還是有一些漆料 它裡面還有兩顆彈珠 那我們剩下的這邊差不多 還差不多剩下三毛吧 好的剛剛經過我們實測 一支全新的鋼彈麥克筆 然後我們剛剛噴完了將近18個零件 那它有剩差不多三毛左右的餘料 那我覺得它可以實際噴到差不多20到25個零件左右 那提供你們參考 觀眾問到說可不可以把這個噴灌 自己灌氣 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第一個階段噴氣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發現這個氣壓瓶 其實它在穩壓上面不是很給力 長時間運作下 你看像外面這邊會凝結水氣 然後它溫度會很冰 那它冰的時候它壓力都會不足 那壓力不足就會影響到我們噴漆出來的效果 一勞永逸的方法就是要使用空壓機囉 這就是一般我們用的 單缸的美術型的空壓機 八分之一匹的馬力 然後單氣缸 然後一個除氣槽 然後這邊有一個洩水閥 然後洩水閥它就會濾水 然後再來主要我們要接上這個鋼彈麥克筆的話 我們這邊要準備一個轉接的環 空壓機的轉接環是四分之一的口徑 鋼彈麥克筆原廠附的口徑是八分之一的 所以它根本就接不上去 所以需要一個轉接環 從四分之一轉八分之一的 那我們把它鎖上去 然後要鎖緊 那要去哪裡買 我們就有在買 這轉接環轉上去以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這樣鎖上去 它就可以給氣壓 然後這邊我們再把氣壓開下去 我們一般可以設定在兩公斤左右 剛剛我們介紹完就是 一般我們使用的這種美術型的空壓機 那它接上轉接環以後 這個驅動我們剛剛那邊可以噴槍 OK 再來跟大家推薦一個比較簡單的空壓機套組 如果你只是一個想要輕鬆玩一下的玩家 不想要那麼大一個空壓機佔空間的話 推薦你一個高CP值的小商品 就是這個 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蠻有趣的 很多人稱它為小烏龜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磅 它做成一個工具包 它其實主機其實就是這樣 非常小非常迷你 它這邊還有附一支這個噴槍 可是當然你不要想啦 這個價錢 它這個噴槍就是 堪用而已 然後這個一樣 我們要接上轉接頭 這個是調節器的強度 好由於它沒有除氣瓶 然後它也不可能一直空轉 這樣非常耗電 然後你又不可能一直去開關它 然後它有一個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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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設定 就是非常方便 就只要你一啟動的時候 它氣壓不夠的時候 它就會運轉 然後你一停止它就會停止 好我們來試噴看看這個小的 這個小磅到底有沒有效果 有沒有其實它還不錯喔 好其實我覺得它在使用上的效果還不錯 就是會比單純的氣壓罐還好 它也不會有這種不穩壓的狀況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入門的玩家 沒有嘗試過噴漆 那你想花一點點小錢體驗一下 我覺得這個套組非常適合你 很多玩家就會討論到 那我們鋼彈麥克筆顏色 就不過那十幾二十種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換色的話 怎麼換呢 好那我們首先剛剛已經用完這個鋼彈麥克筆 這個蓋子怎麼打開 很多人就會順時針的去扭 其實你越扭它就會越緊 它其實逆時針就開了 就是逆時針還是要稍微用力一下 然後打開 它其實除了裡面有兩顆鋼珠以外 它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彈簧 就是它指逆的機構 好我們就建議使用這個 就是比較緩湊型的T07這個龍劑 它其實就是消氣器龍劑 好這是一個空罐 那我們把我們要的龍劑倒進去 先把鼻蕾丟進去 然後蓋起來 然後搖一搖 它就乾淨了 真的乾淨了 這個粉紅色都流出來了 看一下這個蕾 不見了 化掉了 見證奇蹟的時刻 有沒有 這個鼻蕾已經乾淨了 像新的一樣 那我們再來把這個 這個紫膩的紫膩法丟進去洗 再來把這個筆頭 然後就去洗 然後我們把筆桿放進去 乾啊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 填充顏料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調了一個這個 沒有在剛在那邊可以看過的一個橘色 這已經稀釋 稀釋好了 我們裝7分滿就好 我們來實測給大家看 在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用的這個是 一般的 消雞漆龍系 那它其實就會比較有氣味 所以 玩家們在家裡 嘗試的時候 一定要 記得 通風良好 然後這個 它有一個缺點 它裡面有一個 直逆法 它會一直 它會把裡面 一個空間的顏料用完以後 我們就要稍微的 讓顏料再順進去 有沒有 這樣顏料就有了 等一下到一個階段 它顏料噴完以後 就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調過的這個漆料啊 感覺起來又比 這個 鋼彈麥克比裡面的漆料 更細膩 就像一般正常的噴漆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對鋼彈麥克比噴槍的延伸介紹 那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在下面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點閱跟訂閱 那喬老師的模型教學影片 下次見囉 掰掰